一個富貴路三萬塊四萬元 可以看出過去的鹹水是台灣不只是很早的發展 而且還有一個重要的題目的指定 民進黨台南市長參選林丹町會 在鹹水後晚會省略會中當中 就說到要讓鹹水是方法再現 希望鄉親給他機會 他做一位會聽民眾聲音和民眾交通的台南市長 常務民進黨台南市長參選林丹町會 禮拜這天生日表鹹水後晚會 當市議官就看我來告訴典 就連鹹水國立典龍會總幹事也告訴典收聽 大家一定是來到超過三千位鄉親前來支持 南丹町會就來第四回時 一共看到這麼多鄉親支持 對他來說是最大的鼓勵 當然他也知道這是鄉親對他的基態 因為鹹水鄉親希望沒有更出現 比變年華的現象 希望看到鹹水的方法再現 來希望我們的鹹水 可以讓更多人 驚訝我們鹹水地區 了解我們鹹水的問題 了解我們鹹水的歷史 讓鹹水包括我們的鹹水目標和所有廟屋 我們過去點點點地點所產生的一種英文故事 我們希望能夠接到鐵岸 所以民的結合 將來鹹水的文化地下列數 只要帶動了文化 帶動了濃郁 帶動了觀光 又可以關於進入鹹水消費 就可以促進經濟 改善大家的生活 要期待用10黨市議員 10黨立委 聽民眾社員 跟民眾交通的態度 來提供市場 我們希望鄉親可以給予其機會 進入市戶為大家的服務 繼續往前的正面好 感謝蔡公布德